學生倒數關鍵時刻 綜藝教母張小燕破天荒表態 在臉書貼出擬真人像 藍髮戴藍帽還比出三個手勢 公開表態力挺侯康沛 張小燕貼文說 我們之間友誼勝過一切 希望未來領導人會好好做事 不會讓孩子們去打仗 絕不能把寶島變成戰場 侯康沛也留言喊話 最後一里路一起走 絕對讓子子孫孫遠離戰火 小燕姐姐 可以說是人民很多人的聲音 人民需要一個遠離戰爭 給大家安定的 好好做事的統統會寫 一定不會辜負大家的期待 美國這些大官 部長 司令 都說會打仗 賴清的當選的話 兩岸會比現在好嗎 汪汪集團董事長蔡衍明 也在臉書PO文 喊集中選票下架民進黨 通平民進黨執政這幾年 倒行逆施 大貪大腐 獨裁欺騙 無能無為 債留子孫 更說柯文哲無人可用 打天下無法治天下 必然天下大亂 你要選擇哪一個政黨 一個是和平的 一個是戰爭的 一個是跟人民對著幹的 一個是人民批評了他 為改進的 做自己真正的主人 集中選票才會發生 不要有遺憾堅定 投會上的 投能上的 投最有機會把民進黨拉下台的 我已經給了你八年 然後你做得這麼爛 你還叫我再給你八年 讓你去改進 我們的命就這麼卑微嗎 柯文哲一直不斷地在見人說人話 明天見鬼說鬼話 旺董這邊也講到 他根本沒有基礎的團隊 他人才是不足的 柯文哲充滿了不確定性 那賴清德非常的確定 一定會把你帶往危險 停估人士宣明志跟周孟榮 關鍵時刻歸對表態挺猴 先前屏東議長周典論 為侯友宜站台 隔一天馬上陰暗被積壓 周孟榮周四晚上PO文說 挺客等於保送民進黨 要支持侯友宜才能政黨輪替 沒想到周五一大早 警方闖進他家 今天早上八點多 我的父親再度被戒體 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司法的恐嚇 當檢調來我家的時候 他們竟然是翻牆進來的 我想要問問有沒有違法 而且他翻牆進來的時候 檢察官還沒有到 這樣只是正常司法程序嗎 劇小組台北報導